在我们看到我们这两年科技新闻科技研究便利开花的时候 为什么依旧要强调不仅要投入还要加大投入 一方面我们的一些技术是建立在一些固有已有的技术的基础上 那么一些核心的部件核心的产品可能还要依赖其他国家的一些技术 如果我们想在未来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 能够建造我们全产业链的各个领域 那你必须完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你中间有一个环节不行 你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我们今天要打造我们的智慧生活 打造我们的智慧交通 最终变成智慧城市 这些都依托于我们技术性的一个研究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我们看到越是科技发达 越要强调技术研究 这个刚才就是张老师讲到这个特别形象 过去可能你是在地板上 你现在慢慢你接触到天花板 你才知道这个上面天花板上面还有星辰大海 实际上这就是跟我们教育的规律是一样的 你越往上走 你觉得自己知道的东西越少 从某个角度来讲这是好事 否则的话就是美国或者是外界也不会说 对我们这么重视 甚至采取各种措施 要来遏制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面临的问题 要让公众能够真正认识到基础研究 科学研究对我们社会发展的重要的意义 对 这个问题其实你在国外来讲的话 也许可能一百年前 可能它已经解决了 本质上来讲 科学是现代化的一个产物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 一个是我们在评价的一个机制上 这个要进行调整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资源配置的 我们过去比较习惯的 是说我们这种政府来指挥 我们很多国家的科技计划 这个项目去布局 这个机制特别适合 就是在追赶的这个阶段 因为目标是明确的 那么现在到了 就是面向未知去探索 这样一个阶段以后 要让它有这样一个保障的机制 同时去响应 我们这样一些重大的 这种国家挑战和社会的需求 真正能帮我们这些重大问题 转化成我们科学家努力的方向 十四五规划当中提出 要把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或者说给我们描画了一个 什么样的科技的未来 解决我们的自信 首先就是我们科学家自己要有自信 曾经有科学家做过这个统计 就是我们大概到1840年以来 甚至我们1500年以来 重大的一些这种人类 这种技术科学这方面领域的进步 我们中国人能够站得上的很少 而且我们发展到今天 我们具备了这样的物质条件 只要我们的环境跟得上 我们不用去担心 我们将来没有那边讲 我们没有在全世界的这种 好像叫做科学家的这样的这个舞台上 有我们自己的一席之地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定是一个科技发达的国家 要不你何谈现代化呢 所以这样的一个科技发展和科技创新 对于我们未来实现我们到2035的这样一个规划目标 这中长期的这样一个规划目标 那么是有着非常现实的义务 而且这些年我们在整个的科研领域 取得的成就也是有这个 在举着了 现在我们把科技发现得很高 有这种情况 Rutger 和个人一样的技术 我们一起用低于这种 是我们的高水